LAYO聊事記天氣中心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義大利人對上日本人 這場比賽是軍閥上的地圖比賽 這場比賽不是軍閥比賽 而是這個義大利人跟日本人 HERA跟賽巴斯蒂 是自己 是可能約戰 自己在開圖練習的一個地圖 所以那個勝負並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也可以看到練習裡面 大家會練一些奇怪的招 反比正式比賽會更有趣一點 也輸不定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義大利人這個文明 義大利人這個文明特色 開局漁船的價格就非常便宜 而且生時代史也有折扣 那後期呢 義大利人也是全能型的文明 這個有這個三公三房 全部都有 不管你是要走步兵騎兵工兵 都是能打的 而且到了地龍時代後期呢 有這個山農山木 可以補正經濟劣勢的問題 整體義大利人來說 是不管要打什麼都很強 有火槍火炮 而且有大陸 而且前面期的這個漁船 價格很便宜 到了中期城堡時代 奴砲戰船的升級價格 也很便宜 也有折扣 大學也是 整體來說 義大利人 是我非常推薦 新手去練的一個文明 因為只要練這個文明之後 你再去玩其他文明的 你的經濟配置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他是一個零經濟加成的文明 因為零經濟加成的文明 才不會讓你遇到其他沒有經濟加成的情況的時候 會打的如何 可能會有一些細節上的微調 會讓你造成大量失誤 但義大利人 只要練好之後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日本人 那日本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採礦地伐木場 還有自己的模仿 都是半價的 那像這種地圖來說的話 他前期就可以省下50木頭 可以更快去補下碼頭 跟自己的漁船 算是一個日本人的小小的buff 那日本人的漁船呢 他的捕魚速度也是最快的 畢竟這個Sashimi 也是日本人最愛吃的 所以可以看到這邊經濟來說 大概在封建時代中後期 就會看到很明顯的經濟優勢 那前期HERA這邊經濟優勢更大一點 這個可能是前期的細節 可能做得更好 也不確定 那義大利人呢 打日本人來說 我覺得算是55開啊 那義大利人 可以壓制日本人的馬攻 勒納爾弩手 那日本人能走這個布弓兵的話 那義大利人也可以走布弓兵 但是他有這個義大利的巨盾科技可以用 讓自己的勒納爾弩手跟傭兵 遠距離防衛會加一點 所以如果走這個馬攻路線的話 傭兵可能會被克制住 但是義大利人有火槍火炮 後期的話遠程打擊反擊巨頭C 也是有效果的 那整體來說的話 我更會偏向於義大利人 這個文明 打日本人更有優勢 因為義大利人有這個大陸馬 而且有火炮的優勢在 打陣地戰跟騷擾戰 都是比日本人更適合一點 但以控圖來說的話 日本人的話 會有這個大型箭塔 跟這個箭塔的箭矢數量增加的科技 可以讓他控的更厲害一點 那不管怎麼說 兩邊都有自己的獲勝方法在 而且前期來說 經濟兩邊是差不多的 但到了封建時代中後期 日本人可能會更上一層樓 好這邊可以看到 日本人肉類已經開始慢慢有優勢了 補魚優勢 在這個時候會特別明顯 而且這邊還要補個採礦籠地 對於日本人來說壓力也特別小 好 這邊的話就只需要100木頭 在HERA這邊是要200木頭 伐木場跟採礦地 那省下來的木頭 就可以多按漁船 或是多造一個碼頭 待會來爆戰船 也是壓力比較小一點 好 戰船趕快按 這邊肉馬過來 打個幾刀 HERA這邊上島 看到你已經過來伐木了 但是我島上也有東西 好 前期按兩艘戰船 中間這個島嶼算是蠻特別的 這邊想要修 結果自己的水牛被TC射死 但最終也是把賽巴斯丁的肉馬給收了下來 那這張地圖比較特別的是一般的遷移地圖 是沒有中間這個盒 這個盒的 這個盒口要是可以拿的下來的話 這個對於直接進攻對方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這個變成英雄聯盟 會可以三路進攻 上 中 下 都可以派戰艦去燒了 那上方兩邊戰艦 欸 運輸船上4滴血 差點就被收掉了 好 這裡補了馬舅 開始要來突進了嗎 馬舅快攻 好 戰船在中間 一打一人 HERA這邊要小心 因為這時候日本人已經有一級射了 有一級射的話很容易被鴨子打 哇 HERA這裡有意識到 哇 你怎麼有一級射啊 因為HERA投資了兩隻肉馬 那這三隻肉馬一定要打到點東西 哎唷 抓到了一村 第二村有機會 但這個箭台要蓋好了 OK 蓋好了應該就沒有辦法繼續燒了 先撤退一下 HERA家裡的漁船狀況 還有兩艘沒有被抓掉 這兩艘會被抓嗎 往下走 哇 有感應到了 應該在這個角落 哇 沒有錯 塞巴斯丁成功抓掉了 HERA僅剩的兩艘漁船 那這邊經濟優勢 日本人開局就會非常巨大了 好 這邊把漁船繼續往下拉 上面的戰船過來 一艘漁船都沒看到 現在日本人的經濟已經領先500肉起跳了 塞巴斯丁有什麼想法呢 欸 我漁船全營 而且我還是日本 你義大利人漁船便宜 但是你有折扣優勢 哎呀 反正折扣優勢 靠了買賣一波 直接升到了城堡時代 那日本人這邊還沒有升級時代 這裡要不要有買賣一下呢 OK 買賣一下 還差100肉 好 買賣完之後提升到了城堡時代 時代上HERA這邊領先大約45秒吧 還50秒左右 那日本人這邊是補下了一級農田 還是要稍微灑下農田了 因為這個魚呢 在前期的補正很好 但是到了中後期 這個魚點會越來越少 補魚的效率就會越來越差 所以中後期喔 種田才是比較穩定獲取肉類的方法 好 不然就是日本人要自己去灑魚網 但是升到城堡時代初期 並沒有那麼多資源可以去灑魚網 所以這邊就要來看一下 日本人要不要中後期再去補魚網 再點這個刺網技術 這裡轉出了火戰船 一大一人這邊的打法是火戰船配騎士 海陸進攻 好 騎士過來 撞到木翔過不去 塞巴斯丁這邊防守 做得非常漂亮 好 下方這個碼頭 有看到對方的碼頭在隔壁 但是這個騎士一直想溜進去 沒有機會 好 結果自己家裡的主島 這個本島 已經被弄到生活無法治理了 怎麼辦 在哪裡人家裡有點尷尬 這個戰船不在家裡防守 反正去燒對方的漁船 這確實也該這樣做 因為你的戰艦數量已經落後的時候 一定要去燒對方的漁船 不然你對方阻力也打不贏 對方的漁船又補得爽爽的 但是日本這邊的防守做得很不錯 也有一堆火戰船在家裡防守 現在經濟來說已經越拉越開了 但是HERA決定要來猛攻 投石車配騎士 家裡的經濟狀況一直被騷擾 只要失去了海權主動權 就很難去打這張地圖了 因為連本島上的支援點 木頭都會被控制住 這裡就是HERA會比較難受的地方 看來還是要想辦法 把這個海權給拿回來會比較好 這裡火戰船燒了一下 結果沒有設定主動攻擊 在發呆 這邊HERA習慣性的把 單位變成守備模式了 所以就會有這個問題 但他手勢很快 就算發生問題也是發達了一下下而已 好那現在日本的戰劍非常多 一大一人只剩下兩艘戰劍 這兩艘戰劍被打掉就沒有了 好那以整... 唉唷這裡有個大動作 可以到這邊蓋寶 但是日本人已經轉出了救出思想 招翔七起兵也順利招翔掉 現在森旅大戰一觸即發 七隻森旅 這七隻森旅應該是沒有辦法繼續做到太多事情 城堡應該還是要被蓋了起來 好那HERA這邊最好的辦法 就是趕快升帝王時代 開始猛攻喔 看可不可以透過買賣一波 這邊選地要斷村了嗎 現在家裡的農田不太夠 這裡可能要趕快再灑一些模仿 灑個模仿 然後伐木 農田 好現在HERA很想要趕快升帝王時代 反正我有折扣 但是黃金不夠了 這邊趕快再灑一下農田 挖個黃金 好趕快 這裡要800多肉就可以了 800多肉就有帝王時代 HERA這一波 打得很細節 義大利人 用這個折扣上的優勢 打個樹地流 也是很有優勢的 好後面的洛瑪抓到落彈村民 順利擊殺一隻村民 第二隻村民有點難拿下 這邊HERA村民直接反擊 洛瑪有機會拿下嗎 沒有辦法差一刀啊 OK這邊HERA帝王時代 透過買賣升到了帝王 那日本人這邊裡帝王時代 還有一段路要走 好那這邊應該就是要等帝王時代 才有大動作 HERA在家裡的經濟狀況 還是受到了干擾 並沒有辦法很順利的去 補下自己的碼頭 但上面找到了一個機會 所以開始偷補碼頭 還是要回歸打海戰了嗎 結果這邊一個登島人 五隻生旅登島 完了 而且還有救贖思想 建築也能招 好 趕快補一個麻糾 新旗兵 趕快按 薩巴斯丁這一波登島 很漂亮 撿了一個生物 撿了就走 連敵人島上的生物都幹走了 好但是到了正前方有箭塔 這個箭塔要小心 不能被射到 薩巴斯丁這邊點下了手吹車 帝王時代沒有要提升上去的意思 大概就是城堡打帝王 但是在另外一個島 已經開下了另外一個區域 TC也補了下去 村民樹越來越多 其實7村打66村 Aira的村民樹還是保存得很好 其實丟失了海戰 自己還是可以穩穩的營運下去了 好現在有2級射 就可以用這個箭塔射程 反擊回去 好上方這個碼頭 果然被招響掉了 這個火戰船有發現嗎 應該是找不到了 這個火戰船可能連塊都不知道 左邊有一艘火戰船 好升到帝王時代 趕快按巨型投石機 但還黃金不夠 黃金不夠的情況下有點麻煩 要再偷貨買賣嗎 黃金還是要買賣一下 賣了100木頭 巨型投石機點了一台 後面TC趕快開 好在正面又補了一個碼頭 先騎兵過來 看到 3隻僧侶 非常無助 運輸產出來 上船成功 最後2隻僧侶被救了回去 哇 這邊塞巴斯滴細節做得很好啊 弱馬沒有辦法及時收掉這些僧侶 好這裡最後是自滴城堂中心 好城堂中心被城堂給射掉了 巨型投石機出來只能砸這些建築物 騎士直接抓掉了 這邊落單村民 運輸產沒有辦法把村民運到對岸去 這邊賽巴斯滴運村民運得很漂亮啊 讓島上的村民損失降到最低左右了 也滿到最低喔 至少已經把死傷降低了很多了 那赫拉這邊是點下的三級射 還有重型火戰船 看來又要把這個海戰給拿回去的意思 並沒有放棄海戰喔 好那帝王時代義大利人 可以升級重型 奴炮戰船 它是已有折扣上的優勢 但這邊是決定先走火戰船路線 火戰船數量少 就可以有效反擊 這邊 自滴火戰船 細節很好 好火戰船開始反殺 日本人這邊離帝王時代還有一段路要走 但是遇到火戰船最好的辦法 就是出自爆船 這個爆破船多安一點 Hera的火戰船可能就會很難受 好那經濟上來說 日本人是暫時入後的 Hera這邊的經濟凡更好 這把死丁為了升帝王時代也是斷村 斷了七七四九天 好上方這一波夾擊 看一下 好還滿穩定的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上方慢慢守住了 一打一人開始把自己的海獄拿回來 點下了品種 那這時候大家都不會再去捕魚船的原因 是因為這時候捕魚的效率並沒有那麼好 除了日本以外 那日本這邊捕魚的話還是要去撒魚網 也可以就去撒農田或魚網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去撒魚網的話 如果自己守不住正面的話 碼頭裡的魚網就會損失很多 就會一直說你把同一個籃子 同一個雞蛋 放在一個籃子裡面的概念 所以日本人這裡沒有撒魚網 也有這個考量在 原來大家都知道日本捕魚很快 那為什麼高手都不這樣做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會有風險在 而且這個操作 急需操作 不像黑森林的 這個湖喔 可能撒了魚網 大概率喔 不會被人家突破 只會有漏洞之類的 所以魚網可以安心的下 只要湖被控的話 黑森林喔 經濟就會很慘 那在這個海戰來說也是一樣 好 那我們來看到這裡 三艘火山船 打不贏正面 但是後面兩隻森林 過來招翔一下 最後只招到了一台嗎 好 招到了一台 上方的火山船也過來了 日本人生到地獄時代 趕快點下化學 火山船正面的火力有點強大 燒到 塞巴斯丁這裡 有點生活法治理 日本 看起來是有點難受 義大利 目前 要想辦法 過海 渡海打擊啊 這裡該怎麼 該怎麼 渡海打擊呢 好 一大一人 點殺了 航海技術 還是船物 不確定 這裡看起來 一大一人 海戰要繼續拚 沒有打算要趕快先登島 但上面還是有幾隻肉馬 一直在溜 這裡直接收掉殘血的運輸船 4滴血也要運輸 OK 這邊肉馬一直在溜 塞巴斯丁有看到嗎 好 日本人點下了大型箭塔 還有弩炮戰船升級 戰船數量開始慢慢穩定下來 但是下面有更多火戰船 殺了過來 一大一人 補一下了馬凱 日本武士出來 幫忙防守一下 沒想到 HERA跟日本人 打到了點55開 誰輸誰贏 暫時還不好說 但是日本人的箭塔 一出來之後 可能情況就會有改觀 這個箭塔的 控除地圖 效果非常好啊 一大一人要趕快轉出火炮戰船 才有可能很好守住 不然就是要用巨型投資機 趕快拆 還有火炮 好 兩邊都有克制方法 我們開頭會講到了 不管日本怎麼打 義大利人怎麼打 兩邊都有自己的辦法 可以去解決喔 好 正面的海戰 一個包抄 HERA前後包夾 日本這裡的所有戰艦 這裡日本人沒有爆破船很難受 義大利人 日本趕快把自己的火戰船往前推進 日本人則是把自己的奴炮戰船往後拉 讓火戰船跟敵方的火戰船交接就好了 終於升到了重型奴炮戰船 HERA這一波差一點打贏正面阿 這裡奴炮戰船好像沒有空好 怎麼直接走到了火戰船旁邊 HERA這邊開始有點難受 自爆船沒有打算按 繼續用火戰船搭配 奴炮戰船的一個策略 想要把這個海域給拿下來 好 這裡用巨型頭實機補個傷害 沒有補到 從我點下的銀罐了 射箭孔 射箭孔點下之後 大型箭塔的 箭矢數量就會增加了 但是他現在是防禦箭塔 好 這邊義大利人點一下二級伐木 HERA有沒有意識到二級伐木沒有點呢 兩邊都專注於在打架當中 但是賽巴斯蒂突然意識到 惡農惡木沒有點 趕快補了一下 這樣子劣勢的話 HERA可能會越來越慘喔 連經濟優勢來說 日本人還是很巨大的 但義大利人這裡後期要追上經濟 就只能靠三農三木 但是現在HERA連惡農惡木都沒有 就要來看HERA能不能透過經濟以外的東西 打出差距阿 例如軍事方面 但軍事方面HERA只有火戰船 並沒有太多的主動權 雖然以正面擊破來說火力比較強 但是如果遇到爆破船的話就不好說 但日本人這裡沒有爆破船 所以現在HERA還是很有機會 可以一舉拿下 但是這裡有太多的防禦箭塔了 這隻劍巢俠也點完了 攻擊來到了 7加6 要突破這邊的海口防禦 是有點困難的 箭上的防禦箭塔一直在射箭阿 這裡船艦過來 實在是有點難受 而且這邊的海口開始被控制住了 日本人的控圖優勢慢慢展現出來 一大一人轉出了爆破船 最終還是要靠爆破船 這裡要來一個登島了嗎 10隻村民登島想要蓋寶 但是這裡有日本武士 這裡一登島會有點危險 爆破船在岸邊 放下村民 但是這裡有一根防禦箭塔 而且箭矢數量非常多 村民要被射死的第一隻 這個城堡可能會蓋不起來喔 完了完了完了 這個村民一直被這個防禦箭塔給射 而且射火彈船傷害也很高 正面的奴號彈船已經推到中間了 防線 海戰相對 但是後面的日本武士過來了 Era背部受敵 正面又有防禦箭塔 日本武士開始亂砍 哇這一陣爆砍之後 這根堡還有機會蓋得起來嗎 死傷慘烈 就是蓋不起來的樣子 火彈船趕快過來幫忙防守一下 這裡要拉更多的村民過來了 現在本島暫時沒有問題 但是本島上村民也沒有事情可以做 日本人控圖開始控出了優勢 後面的巨型投資機已經開拆了 城堡依舊還沒有蓋好 反而是讓日本人先行蓋了一根箭塔 繼續防守岸邊 第二台巨型投資機來了 但是Hera也再次登島 但正面的盧炮戰船已經殺到了 Hera家的本島門口的面前 敵軍已經兵臨城下 Hera有什麼策略呢 這裡用更多的火戰船 用數量壓制 而且這邊是走了一個分隊路線 上面有一個火戰船分隊 但是正面部隊 已經沒有阿管了 正面繼續衝鋒 日本人反而有點打不太贏 這麼大量的火戰船數量 後面也是一個包抄 日本人這邊開始 弩炮戰船數量開始下降 這裡該怎麼打 沒有爆破船 火戰船一過來 弩炮戰船就只能且打且退 而且這裡也不能再推了 後面居然還有十七艘的火戰船 在後面蓄勢待發 完蛋了 日本人的主要艦隊 要沉默了嗎 三分五十六 歷史戰線 南雲艦隊 要被集成了嗎 唉呀 這一波包夾 好像有點 難受 躲到這個角落 好 最後 不會說在港口裡 最後是 險些被抓到 船滅 剩下二三艘艦隊而已 但是現在HERA的艦隊 也沒有太好的辦法 可以反擊這些大型 箭塔 一定要趕快點化學 火炮 火炮彈船出來 才有可能打得贏了 現在箭塔都蓋在岸邊 暫時要打登陸戰也不太可能 除非從上方這裡登陸 這邊登陸的話 有巨型投資機 該建築也會馬上被抓掉 除非這邊拖一波 用一粗船上去 用這個 傭兵上倒一波 可能會更好一點 但是現在狀況是 HERA有點斷金了 這個金礦被控制住 暫時沒有辦法 有很好的黃金來源 上方的艦隊 保甲沒有成功 日本人的艦隊 暫時又蓄了起來 38艘 下方艦隊有看到 你過來 我也過去 終於有了 終於有化學了 趕快造一些火炮戰船 那現在本島來說 HERA是更劇烈式的 日本這邊反而是還蠻OK的 黃金還有著挖 這裡還有兩塊 HERA這邊只剩下一塊 甚至這邊黃金也沒有辦法正常的挖掘 甚至自己的城堡也快要被對方的火炮戰船 而且還是精銳版本 哇 要拆到這根城堡了 但是HERA沒有辦法 只能棄堡 這邊火炮戰船 結果被巨型投射機給反制回去 尷尬了 而且這裡還不是精銳火炮戰船 打劍塔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好 第二次登島 巨型投射機架起來 哇 結果一上島 就被射掉了 打新劍塔的威力太痛了 好 下方的火戰船是且打且退 本劍還沒有失去掉 這邊是想要從這個島嶼開始進攻 這邊義大利人最好是要把自己的本劍阻力 往中間這裡送 不然這邊真的讓HERA一成型基地的話 難受的就是義大利了 好 義大利 這邊是繼續轉出 火炮戰船 日本則是點下了金冠 彈射器 可以讓自己的巨型投射機的攻擊速度加快 還有拆卸速度增快 哇 結果直接被火炮戰船給秒掉了 好 現在火炮戰船也來到金瑞版本 結果4點傷害 拆進塔傷害就會很高了 直接半血 好 下方的島嶼也是被火炮戰船 開始也按掃盪 但下方還有火戰船在防守 這一波要來做個包夾了嗎 後面有22艘火戰船 可以從後面進去 好 HERA這邊 正面部分開始打不贏 自爆船來了 有爆破船的話 火戰船怎麼打 直接損失了大量正面部隊 HERA這邊用火炮戰船 想要反擊回去 但火炮戰船的飛彈飛得實在是太慢了 畢竟不是西班牙人 哇 這一波過來 想要從後面來 有機會嗎 反應從後面來 但是後面的戰船也看到了 但是火 這裡大喜劍塔的傷害很高 這裡的戰船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正面這波包夾 HERA有機會收掉火炮戰船 可以 火炮戰船第一時間被擊毀 後面兩隻僧侶趕快來夾 但是正面的奴炮戰船數量有點糟糕 直接炸了一波 哇 奴炮戰船還有45艘 但最後好像還是能打得贏 火炮戰船這邊稍微拉打一下 正面上島挖金礦 但是日本人巨型投石機已經架了起來 正面海域還是由日本人拿下了優勢 HERA這邊 黃金失去 巨型投石機還在插你的採礦地 怎麼辦 黃金歸零 HERA已經沒有黃金 才得造戰艦了 日本人這邊戰艦還有很多 甚至儲備資源 木頭 來到了5000 就算光賣木頭也可以賣死你啊 HERA這邊轉出化學有點為死予萬了 遊戲時間來到50分鐘才點一下化學 好像不太妙 登島的良機已經錯過了 好 日本這邊巨型投石機就繼續架著 HERA每一次放黃金 都要再蓋一次採礦地 奴炮戰船 被火炮戰船給踢地板踢到了 預判成功 這裡再買賣一波 換了一些黃金 再出幾艘火戰船 下方火戰船數量已經潰不成軍 全部守到了正面來防守 薩巴斯丁這邊很努力的 想要反擊回去 好看來薩巴斯丁是穩了 這根鏡塔建起來 HERA就沒有辦法正常挖金礦了 HERA打出了GG 我們恭喜薩巴斯丁拿下比賽勝利 哇 該不會2024年的冠軍 有可能會是薩巴斯丁嗎 HERA跟VIPER 第三位世界冠軍 該不會就是薩巴斯丁 有沒有可能 對於薩巴斯丁的穩定性變得很好 完全沒有那種 一下就崩潰的感覺 打得非常穩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是由日本人 塞巴斯丁拿下資源上的全部勝利 黃金這次贏了快要HERA一倍 HERA在經濟領 輸了快要黃金一倍的情況下 還可以打到快要五五開 這也是相當不可思議的事情 那這邊黃金還靠了聖物 產了3000多 死物贏了1000 木頭贏了大概6000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